好,中美貿易的晶片戰 美國下一個鎖定是大陸的成熟製程 當初打關稅馬上,一路打到產地 追本溯源 甚至還要祭出最嚴厲最嚴厲的長臂管轄的規則 但真的能夠有效打壓到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嗎? 全球晶圓製造現在進入到了2.0版本 台積電提出的最新觀念 我們等一下來好好聊聊 為了就是要降低反壟斷的地緣政治風險 好,我們先來看到了 美國現在正是每周都有新動作 美國現在打著這個大陸的晶片 但是你打得下去嗎? 來看看愛斯莫爾執行長怎麼說的 執行長說現在大陸依舊是愛斯莫爾的第一大銷售市場 占比高達49% 金額達到了23.33億歐元 換算下人民幣超過了185億 所以現在大陸市場對愛斯莫爾的設備需求還是很旺盛 主要是轉向了沒有受限的DUV設備 我想先問一下教授了 其實這個我們講過很多次 因為美國當初禁止愛斯莫爾去出口這個EUV 那現在把大陸的這個DUV訂單推升了 推到了極紫萬光訂單上頭 你知道貓桌老鼠感覺這無效的打壓有效果嗎? 到底還剩下多少殺傷力?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這個殺傷力會有相當程度 邊際效益遞減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因為畢竟就是說就國際政治經濟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國家的一個利益是每個國家在決策過程中間 或者是外交決策過程中間最重要的一個考量 那愛斯莫爾他的一個理性的一個盤算 當然是會認為就是說 你美國是我限制我的EUV 也就是說整個這個集紫外光的一個出口 但是沒有限制我生紫外光設備的一個出口 也就是所謂DUV的一個出口 那所以就這個邏輯來說的話 就是你等於是開了一個口 那中國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需求 好 那我就對中國輸出EUV 那個DUV嘛 生紫外光的一個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等於就是說 中國等於是愛斯莫爾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大概輸出了百分之 大概在整個百分之49% 百分之49% 它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快一半 大概有 對 大概有23億的一個歐元左右 23億的一個歐元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是非常非常顯著的 好 你限制我A的出口 那我就從B來尋求一個破口 因為畢竟就是國際政治經貿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生命會自己找到出口 好 那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美國也絕對 絕對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個可能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就是說呢 它也不可能針對荷蘭或是針對 我把你的整個賺錢的一個做生意的一個門路 都做了相當程度的一個限制嘛 因為畢竟就一般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我如果打壓你賺錢的一個能耐 也就是說斷人財路來說的話 那一定翻臉嘛 或者是美國在這整個談判過程中間 它要跟愛斯莫爾施壓 或是跟荷蘭施壓的話 它一定要拿出相應的一個資源 就換給荷蘭或愛斯莫爾嘛 那所以就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我當然也會認為就是 美國對這樣的一個情況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呢 我覺得美國一定會做這樣的一個限制的動作 因為限制你相關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高階晶片的一些設備出口到中國 即便我在做相當程度政策的一個限制 或者是我結合我國際上的一些盟友 或是一些廠商去對你中國大陸圍堵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都還會找到一定程度的破口 那黃論我不圍堵 黃論我不圍堵來講的話 那你中國在這樣的一個領域的一個技術來說的話 就真的可以跟我美國做抗衡了 好的確那美國會說什麼嗎 也不會 美國的手越來越重 我們來看到了 美國每一周都有新政策 這現在最近政策是什麼呢 鎖定到它的成熟製程來打 而且呢 以前打後端 我現在改到前端了 我從你產地出手 其實這就是川普所謂的什麼啦 Made in USA 我就是要找美國製造嘛 我們來看到了 現在就傳出美國還要考慮擴大制裁 下一個聚焦在哪裡呢 中國大陸半導體的成熟製程 除了課徵關稅之外呢 我就判定你到底晶片生產地在哪裡 本來是看你的封裝點 現在到了產地去了 追本溯源的控制你 那這個方法到底有沒有效呢 我想問一下院長 其實你看輝達 輝達當初AI的高端也是被限制嘛 他從新加坡進去 你要說我產地 我可以洗產地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啊就像說打地鼠 抓漏水 打不勝打 抓不勝抓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我們看幾個指標 第一個 你跟從這個川普開始啊 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貿易額啊 上上下下 結果還是往下走啊 這個實際的額度是降低的 可是呢 他跟其他的國家的額度是上升的 你像譬如說這個墨西哥 你像譬如說這個東南亞 那這裡頭有沒有中國因素啊 那當然有嘛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中方的這些產品呢 就從旁邊進到美國去啊 那所以說你就把這個 增加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美國跟其他國家貿易額度 增加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要把它加到 跟中國的這個貿易裡面 那可能才是真正的 跟中國的這個貿易 好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啊 我再舉個例子 就是說在八九六四以後啊 歐洲聯盟啊 包括美國在內啊 他就開始禁運 可是禁運到今天啊 只有軍事的設備啊 歐洲聯盟還是堅持的 不賣 還是禁運 那可是呢 這裡頭又產生一個什麼效果呢 好 你不賣 你不賣 不賣我自己研發 現在的狀況就是 他們的原本 他們歐洲是兩個說法 一個說是我不賣 一個說是我還是要賣 不賣的意思呢 就是說我杯葛 我就是讓你 讓你沒辦法發展 另外一個說我要賣的規 這個說法是什麼呢 是說我賣給你的話 我可以控制你 好 我可以控制你的零件 控制你的維修 控制你的所有的這個部分 那讓你沒辦法發展 或讓你受 始終受我的影響 那可是呢 這一派 也就是說 這個要賣的這一派呢 被打敗了 所以說現在是 還是杯葛 那杯葛到現在 你看看 他的這個武器的發展 還有不要講別的 我們看華為的情況 你知道了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弄 好 你繼續做吧 因為美方他也沒有辦法 他也要對國內交代 那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那就看著辦吧 那我倒覺得說 他現在的這種做法啦 是 事被公斷 是 但是大選前啦 他一定還要再出眾所 一定還要再交代 我們看到拜登怎麼說了 拜登現在更嚴厲的政策出來囉 拜登現在要做什麼呢 拜登現在直接點名了 就是這兩家公司 東京威力科創 再加上愛斯莫 小心喔 我要記什麼來伺候了 FDPR 這叫什麼 外國直接產品的規則 簡單來說就是 你只要是外國製造的產品 在任何方面 用到美國技術 美國我就可以對你實施管制囉 就是說你要在我美國製造了 又是回歸到美國最偉大 所以軍長你怎麼看 這個招的會不會又是盟友 你說美方當初1990年 他那時候說拉德國來 毀了日本的半導體 因為日本幫你那時候起來了 所以現在會不會又是 開始重蹈覆測 顧忌重拾 有一些政策是 把盟友給打垮了 然後我自己強大起來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一次的這個政策 是非常奇怪的 誰得利了 費指在一夜之間 噴飛了500億美元 最近兩天 不管是美股或是台股 都跌的是慘崩啊 如果你有投資股市 我相信你最近一定非常痛恨 航血啊 那個心啊 你非常痛恨 美國這樣做幹嘛 我先問你 通常一個政策出來 一定是某些人得利 某些人失去利益 所以他才會去頒帽 結果這個政策呢 全世界都躺下去了 那我問你誰得利了 事實上 這個市場一定是按照 自由經濟貿易行程的 好比說我在這裡做這個 我為什麼要生產這個 因為有人要賣 要買這個 我給它賣到去嘛 那我從哪裡進 這是自然的一個生產鏈 所有美國現在做的就是 把這個自然形成 自由世界上形成的生產鏈 打掉 我硬是強加規定 你不准我賣那個 不准我從那進口 那我先問你 我原來進口這裡最便宜 賣到那裡最有利潤 你都不准之後 你美國政府有沒有賠我錢 沒有啊 包含美國自己經濟都一樣 那到底會不會有用 我覺得不會有用 第一個它是叫做技術的制裁 從中國大陸的 一開始我們都說 晶片它完蛋了 去年它生產7奈米 現在它在做5奈米 現在在做5奈米 它正在研發的是3奈米 所以它還是在突破 第二個你說它的出口 現在有28個國家 跟中國大陸簽署了 FAT就是自由貿易協定 就是我們關稅 能夠盡量的停掉了 不要有關稅 就算有也是有限 這28個國家沒有任何 歐美的國家 這28個國家已經佔中國大陸出口的38% 那其中還有另外10個國家 正在跟中國大陸簽 我們是不是能夠也簽FTA 就自由貿易 那這個加起來就可能將近50%了 就是你去再怎麼限制它去卡它都很難 而且它還有金磚 尚核會 南方國家 中亞國家 還有所有加入一帶入入的140多個國家 只有你歐洲跟美國去打壓它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是 好的確 那其實也可以看一下 當然現在全球半導體 大家自己都要應對嘛 看看台積電怎麼來應對的 這個方法真的叫厲害 台積電剛剛看完法術會 我們來看到董事長魏哲嘉提出一個全新的概念 叫做什麼呢 晶圓製造2.0 就是說過去來說 把這個晶圓代工產業再往下延伸 把可能下面的封裝啦 測試通通拉進來 這些通通都叫做晶圓製造 新定義的框架之下差別在哪裡 來跟觀眾朋友仔細簡單來講一下 過去講晶圓代工 台積的市佔率會超過50% 這是川普現在打它的嘛 你就是壟斷市場 你就是錢賺太多 所以我要跟你說保護費 那好 現在晶圓製造2.0出來之後呢 台積電市佔率會縮小到 大概就只剩下28 第一個就降低了反壟斷的風險啦 再來你要跟我說保護費嗎 其實我也沒有拿很多錢啦 我的市佔率也往下調囉 台積電這個做法真的來說 我們看起來是真的非常的聰明嗎 來教授你怎麼來做觀察 過去常常說啦 美國常批說中國大陸這個營商環境不可預測 那你自己現在呢 是不是也在創造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呀 台積電這個方法出來了 你怎麼看 對 台積電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 具有戰略觀的一個產業 也就是說它的定義 這整個晶片的一個製造2.0來講的話 大概其實有幾個戰略上的一個考量 第一個就是說 它為了要因應先進製程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術 你一定要發展先進的一個封裝的一些技術 它基本上可以擴大業務的一個範疇 這是它第一個考量 那第二個考量就像是 就是剛剛所特別提到的 也就是說有鑑於整個高通或是NVIDIA 灰達它之前都被祭出了反壟斷的一個法規 等於就是說會被已經被調查或者是被控告 那像這樣的一種算是前車之鑑 這樣的一種概念 台積電當然也會去心領神會裡面的脈絡 所以等於就是說 你這樣的一個晶片製造的一個2.0的一個定義來講的話 它就可以藉以去降低它自己本身的一個市占率 從50%左右 然後降到28% 它某種程度就可以去避免 美國祭出的一個反壟斷對我的一個調查 或是對我的一個控告 這當然是第二條的一個戰略的一個軸線 那所以就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策略來講的話 主要來說當然是因應 川普有可能當選 因為他之前的一個話非常非常的強硬 而且點名我們 對對對 他就說你台灣拿走了所有的晶片的一個業務 那我們當然要向你收保護費 這個話講得非常非常的強硬 那除了川普之外 他的副手FANS 也同樣是支持反壟斷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所以就整個正副手對於反壟斷 都這麼在乎的一個情況之下 台積電做一個超前部署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屬於戰略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最後來講的話就是說 剛剛我們也有特別提到就是呢 美國好像都指稱就是說中國大陸在整個的一個 半導體的一個市場或是政策等等環境啊 等等好像都是變來變去 那美國現階段他也這樣子做 坦白講我覺得就是說這個符合美國 它是一本身非常彈性的一個國家利益 我罵別人可以 但你如果指責我的話 我是不行的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都看到美國這樣的一個 以自己本位主義為主的這樣的一個 不可測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環境 那基本上它會符合它的利益 即便是以零為禍 它也在所不惜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邏輯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各國或是一些合作夥伴 也看得非常非常的一個清楚 那所以呢 合作夥伴或是盟友紛紛的跳船 或者是有相應的一個應對方式來講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合邏輯的 就像台積電 現在與未來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竟在環球大前線